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7月13日 7月又快到了月中 明天应该这么晚 美国就要公布期 这个是6月的CPI 全世界的财经传媒、报纸 分析员都会说 CPI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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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PI 就像昨天说 比亚迪、比亚迪、比亚迪、比亚迪 哇,说得悶得抽筋 我想请问 它如果公布的 是 小过上个月的那又如何呢? 大过上个月又如何呢? 大过上个月的很多很多很多又如何呢? 小过上个月的很多很多又如何呢? 小过上个月 这就是小过上个月的最主要 那你怎么办呢? 是吧? 我都没有给亚迪 那我看着 我都没有给亚迪 在加弹 由于下了个月的小分台 我都没有给亚迪 那我都没有给亚迪 我都没有给亚迪 我都没有给亚迪